好,我們來討論一下限定跟被限定的用法 很多同學即使有學過也是搞不太清楚,對不對? 其實限定跟被限定用不見得說一定要用或不一定要用 就是要看時機點,就是說你有沒有強調它 譬如說 The topic, okay, today is 好 OK好,它是一種水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句話重不重要好不好 A type of fruit 不同水果種於重要加S The topic today is bananas, which is a type of fruit? 然後如果說你在寫文章或者是在演講 你這樣如果跟我說我今天介紹的主題是香蕉 香蕉系種水果,你可能會以為說你把我當白癡 我難道不曉得Bananas是水果嗎? 所以後面那句話重不重要 那有時候人家覺得說怕真的有人沒有吃過香蕉 你想說還是講一下比較保險 不然的話人家會合理管理再硬塞 一個字不夠,又硬要塞一段話進去 對不對? 這是廢話不是嗎? OK,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這樣用的話就想說這個東西是一定要講的 可憐會覺得說有沒有嚴重嗎? 像阿編講的有沒有嚴重嗎? 沒有 那我們就給他一個逗點 逗點是什麼? 告訴你這個東西只是補充資訊 後面這個東西補充它的意思 但是其實它可有可無 對不對? 那既然以這個以來推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說其實我們就是要強調說 如果它的前面的這個 就我們一直在講的前面的那個先行詞 或者前面要形容的事物 那如果是非常的明確的話 通常我們就不需要一個 一個逗點 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通常就會需要一個 好吧,就需要一個逗點 所以要講出來 一定要逗點 只是說補充 其實不一定要加 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A girl OK The tree is my sister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 老師把 就用阿妹好了 阿妹跟 A girl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要不要逗點 第一個 一個女孩子 一個是阿妹 阿妹是一個很有名的 心態的製造 而且她最近很龐大 很龐大 然後她 其實 在遠遠大家都認得她 如果我們假設前面 有一百個女孩的話 你面前 如果說 你說那是我妹 你要說你神經病啊 哪個是你妹啊 前面一百個女孩子哪一個是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樹下這個資訊重不重要 這個樹下的資訊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要告訴你 她叫Sis on Dollar Tree 這個是個關帶 很重要 所以她不可以有逗點 她是要形容她 因為沒有這個資訊 你不曉得她在哪裡 所以坐在樹下這個女孩子 是我妹妹 這樣就可以 原來坐在哪裡 可是如果阿妹 需不需要 一定要這個資訊 我看阿妹 這個一百個女孩子 她不管躲在哪裡 都可以一眼看出她 藏在那裡 對不對 這個時候 有沒有坐 阿妹 有時候我們就看一個劇情 阿妹 大家就其實根本 我眼睛基本上就知道她是誰了 對不對 根本不用躲在哪裡 除非她躲在那個什麼後面 所以呢 這時候她有沒有坐在樹下 就沒有很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很多點給她 就是說 附帶一提 怕你不認得阿妹 她在那個樹下 所以這個叫做 非限定用法 我們用白話來解釋 什麼叫限定 什麼叫非限定用法 是不是很清楚了 那老師問一下好了 好 來 跟老師講一下 就 用白話來講一下 什麼叫限定 什麼叫非限定 Russian呢 那 後面那個東西 如果 很重要 一定要有的話 就沒有做 嗯哼 如果 不是很重要 前面那個主詞 已經很明確 要看 去決定的地方 在那個主詞 是不是很明確 對不對 也不是說明明 就是說值不值得講 像香蕉 是種水種又要講 要廢話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其實取決還是在個人 有時候你寫 反而被人家笑 對不對 對 不寫 應該不寫比較被被下 因為夫寫也是限定 是限定 限定 限定跟非限定其實很容易搞混 所以你們最快的辯論方法就是 沒有斗點是限定還是非限定 限定嗎 還是非限定 沒有斗點是限定喔 有了斗點反而是非限定 很多同學這個地方會背錯 會搞亂 其實限定跟非限定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看他公用怎麼用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有沒有那個斗點怎麼用 當然斗點有很多其他的意思 以後老師會漸漸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OK 這是第一個要補充的 對